不过这也不是张哥第一次出现在我家那宫女里了 杨珊珊爸爸在第一期就提到了杨珊珊这个大学同学 当时他以为送火锅的是张哥 结果来的却是宝贝尔 杨珊珊爸妈其实都很喜欢张哥 挺看好他俩 没想到最后却发展成了鲜美 杨爸爸默默叨了个刚儿子 但张哥和杨珊珊真的只是好宫女吗 在这期节目里 杨珊珊还邀请了几个老同学 但张哥作为老同学之一 一进门就开启这个模式 让大家随便做 这话分 简直和男主人一样 吃饭聊天的时候 张哥自爆 自己曾在大学中了杨珊珊四年 但就是没有成功 杨俊悦也表示 当时在学校真的以为你俩好过 接着杨珊珊妈妈打电话过来 其他人都是说爱与好 可张哥却直接讲呢 张哥这一系列行为 你也能都看得清吧 他就是喜欢杨珊珊 只是不知道如今可惜了没有 虽然我教那闺女 没有去讲张哥和杨珊珊这一段往事 但在他们当同学之前参加过新春同学会 基本都给抱出来了 回忆起往事 张哥和杨珊珊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他说 他当时抱到照我前面 我一看这姑娘 我说真的挺好看的 她那时我们帮上的就特别好 张哥就连各种细节都记得 小粉包 鱼色风衣 大脸珠子 后来张哥变望重真 真的和杨珊珊成了同班同学 可美好的校园外形却没能实现 后来还和杨珊珊成了好兄弟 张哥在节目里说到 以前杨珊珊分送过他一件衣服 他到现在还留着 而杨珊珊也说 如果30岁还没算出去的话 就跟张哥将决将决打 有网友觉得杨珊珊这是把张哥帮备他 还用恨子表男巡人30分 但真相却是张哥这些人各种恋情就没停过 差点还结那婚 为啥说差点呢 因为当时张哥和瑞珊珊就要婚 喜喜也都发出去了 但最终却没结成 而张哥这么瑞珊珊不是别人 就是王欧 为徒有真相 那个时候王欧还没火 曾和张哥有过一段情 张哥很担心向瑞 向王欧求婚 远看好事就要成了 但不知道任何 最终这个婚还是门人结成 看到这里 大家肯定都有点论了 阿姆给大家梳理下这错真复杂的人物恭喜 首先 杨珊珊 杨幂和张哥是大学同学 而杨珊珊和杨幂还是室友 张哥读过杨珊珊 但没成功 成为好婚妮 张哥差点和王欧结婚 王欧和刘凯瑞又有过关门 刘凯瑞又是杨幂的前夫 这还能门 前面杨珊 爸爸不是说张哥是开火锅店的吗 其实张哥是和钱峰一起开的 而钱峰明今又在我家那闺女里和杨珊珊相亲 节目播出后 张哥还发微信跟杨珊珊爸爸说 他们俩相亲 我好尴尬 一个是工作火爆 一个却是白月光 便被节目拉成CP 随张哥心里英勇 他哪只能感叹一句 过圈真是小啊 娱乐书来说去 也就是这么个圈 张哥这个宝贷男孩 竟然把这群人创造了一起 对了 娱乐圈神和孟小琪 曾在节目中放过话 他预测原生生在2019年2月 可能会负负成婚 不知道这次那小琪会不会失负呢